大家要知道 公典溝通不是大眾教育 教育這個名詞就是有點像石森 代表由專家賢為傳給大眾 我們常常看這個錯誤 我最了點我的食品 你們不懂 我來告訴你 這就是沒有問題 那你為什麼不聽 對不對 這個就是教育 不是溝通 為什麼 因為我常常講的是什麼 後Google時代 沒有Google之前 你都沒什麼問題 有Google之後 很多人在接收到你的講法之前 你是Google之前 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會教人家說你不懂 現在不是每個人腦子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網路上太多已經在他的腦子 所以是PG 就是PostGoogle 你是一個PostGoogle的時代 大眾已經有大量的資訊 所以不可能用單向的傳遞 知道嗎 一定要避免用食神事物去教育 那我們的衛生署的官員最常在這裡 他就罵這個 罵這個 他就比較溝通 他不曉得說在網路上他已經聽了 對的 不對的 他很多的訊息很可怕 所以抱持了溝通的觀念才對 所以風險溝通不是大眾教育 風險溝通也不是公關活動 所以我們可以有公關部門來做 但是你一定要跟公關 對不對 你下位子溝通風險和管制措施的 許多文件都強烈傳達 風險溝通適合有用風險 但是上一半大眾對於風險會有 同等理性界有不同本質的看法 不要認為大家都是跟你不一樣 就是不理性 臺灣常常叫做 禮盲等等 用這種詩詞 不能用風寬的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很誠實的 我怎麼做 讓他知道 原來分析一個塑化劇 要花這麼多時間 花這麼多信息 他才知道說 我可能不能在一個小時 知道答案 我可能要怎麼樣 那我們都不告訴人家 讓人家也自己想說說 那立即應該要有答案給我 所以這些溝通跟公關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 告知民眾食品是安全的 必定的都很好相信 這很洩氣喔 不要想說 我已經告訴你 你一定要相信 告訴他 他知道 你跟他相信是有盡 知道嗎 誠實討論有關風險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時間的內容 就能夠幫忙引用真正法 也就是說 你只能讓他比較明智的判斷 不要想辦法 你要讓他相信 這樣也會很痛 因為一而再再而三的研究都告訴你 你是不肯定的 所以你的目標如果在說 我講完這個 我的方案講完這個 他就相信你會很洩氣 所以把他當成一個有知識的人 他自己會做這個 這個是補教學系的 所以風險國中是這樣 所以我就看這一次的塑化劑 我們國家的視頻安全 你記要13個要數 我就把它做出來 視頻法規 政策方針規 因為政策方針規標準 如果打問號我就看不夠了 不夠完備 才照成現在這樣 那我們每一個業者 一定要去附許所有國家把這個做好 被領業第一回 負責的食品管控 跟公共衛生機 我是有 那為什麼要打問號呢 因為我常常講 藥物食品檢驗局 結果大部分在做藥物 做食品 潛分配差別很大 那其實我們學習以美國這一套 是世界上很特地 我們把美國制度copy過來的時候 藥物跟食品放在一起玩 很奇特的玩意 大部分國家食品就是什麼 歐盟就是食品安排擠出 大部分國家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 政府的主治在藥物之後 食品要獨立組合 那根本委會的農民養殖屬於一些人 就合併真正來管制 這樣才會有標的 我猜同意氣有對抗 否則我們的藥物食品 大部分我們FDA 附的在前面 Drag的在後面 可是我們翻譯的時候 叫做藥物食品 你就知道政府的優先順勢 你想想看 他很有意思 好 科學的能力還不太夠 整合管理機率沒有 檢驗跟證明 我曾經在一年多以前講到 全國的檢驗設施來做一個查證以後 趕快來做一個比較好 這一次還是沒有起來了 這一次還是很慌亂的 然後整段跟分析實驗設還是不夠 標準的定例太慢了 你看現在這些 實品上怎麼去分析這個意思都不夠 然後基礎建設跟設備 現在這件幾個廠商都有GC-Mars LC-Mars GC-Mars-Mars-LC-Mars 這個都是基本的 現在基本的 然後監測架構跟能力沒有 就是說所有在流通的 事後的監測能量的國家都會有 那以食物攝取相關的監測也是沒有 比如說食物裡面有多少代謝的東西 有沒有去做 緊急應變的 很好 訓練滿少的 公開的資訊是什麼 這個 其實三聚新安我為了這個 不知道要上過五六四課 昨天去問到張外縣的衛生署之後 你們有沒有看聽 吳詹老師的書 他說有效 可是我看很多我們的衛生署的人 有沒有看 所以這13點是我們的架構 也就是說如何在這個不夠完備的架構下 一個公司要從事業 要從事業去設計改善 這個沒辦法 你看到這個現況 第二個 你看看 全世界化學品都成長最快的 就是這個紫色的 就在這裡 從1998到2009 也就是說食品界的威脅來自於化學品 那化學品主要的成長在人群裡面 所以你怎麼可以不設立一個機制來做呢 來看看全世界化學品 My country 美國最大國 中國一定要跟台灣在這裡 所以台灣跟中國加起來 我們的食品剛好跟這麼大量的化學品 在這個區域交集 所以你的風險是特別到的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在一個化學品生產很少的國家 他不帶著有那麼多化學品會跑進來使用 這是我們很不信的 就是說我們在一個高風險的區域 所以我們要特別努力說怎麼辦 第三個大陣子是日本 說你把日本這個韓國跟台灣跟中國 我們是在一個高風險的區域 那我們更要有一個完善的設施才有 論公司你來看看 台塑是全世界第五大 比杜邦還大 台塑的每年的Sales 兩間零機也就已經到世界第五大樓 台塑今天是第五大的樓 大部分都是在六七 所以我們這一次很多的塑化劑 起始的很重要的 增長值就是藍牙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那個源頭在這裡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國家如果不好好管這個化學品 今天這個是起頭的 以後雖然有一些化學品就會留到這裡 因為我們不主在這個 這個你們如果我們學杜邦 杜邦的安全是非常有名的 那他都還發生很多事情 最新的問題就是不沾鍋 不沾鍋裡面的化學品 現在都是可以滑得很多錢 還在訴訟這樣 所以你又知道 好像跟吃的 跟食材有關係 又是跟這個Cooker有關係的化學品 這非常敏感 那你從這兩個在一起就會潛在想一想這個 威脅也要先去分析它 所以我其實就一直跟我們的政府講說要學這個 REACH的力氣 也就是說要讓我們的食品以後 我們再受到太多的化學品 意外的或有益的污染的化學品 一定要去管化學品 兩個要一起管 所以我今天要傳達另外一個人說 不能一直要管食品業 不共 一定會管不好 那歐洲已經告訴你說 要把40種法令呢 合併起來叫做REACH 那這個REACH要幹什麼呢 要來保護人體的健康跟環境 維持歐盟的競爭力還有創新力 對歐盟的化學工業來下去 那我們台灣呢 環保署跟老委會跟經濟部都分開 農委會都分開一管幾百種不夠 然後肉粽就比較像這次說話 就把回到尾 所以他怎麼樣 三年內已經吃 現在是一年半了 他要刀使用的1000噸 每年1000噸的 然後這三個都所謂的 致癌性 致乞性跟生殖性 一噸的都要 六年就100噸到1000噸 十一年一噸到100噸 所以他是十一年要把所有的化學品 在歐盟裡面管理的經濟 所以我們所有的話工業輸出都很清楚 他有一個很清楚的實成 那他裡面特別只有對製藥業 所以我們如果生技製藥相關的東西 可以延長 所以國際化學品的規範 大概這樣定的美國 本來不高興後來美國也只能不能拿 這是國際規範 就是我們規範 所以他要做什麼呢 他要對致癌的 致乞的跟致生殖危害 還有持續性 生物累積性的跟毒性的 非常持續的 非常生物累積的 也就是說持續性就是那個東西 到環境裡面都不會變 非常累積的就是會從小成 一直累積也不會變化 這已經都地圖來了 這些都有一個清單 這些清單就是我們需要蒐集的 跟持續性有沒有交集 這個就是優先的一些事情 那差不多4萬種 要管到4萬種 我們只有幾百種 你看那個落差的時候4萬種 減掉幾百種 你看那個落差就是台灣的 各行各業的化學貢獻 這個如果我不敢說 我們這個底細在怎麼樣 那個漏洞太多 因為我們講的都看到 一定看到說法規有規範 我跟你講3萬9千600種 法規都沒規範看你怎麼樣 所以這個經濟部有一點在接 那他有講說要怎麼去註冊 廠商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的管制署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每一樣東西不經過風險評估 都不可以用 那風險評估就是廠商的責任 所以台灣的每一家化學工廠 如果它是被推幻的這些化學物質 都要去搶搜 我這個化學物質銷到歐盟裡面 有多少人在用 用在哪個用途 用完這個以後 如果是有生殖危害的 結果會怎麼樣 他在寫這些過程裡面他就很清楚 有沒有用到作畫劑有沒有用到實用 他要被要求 OK 這個是這樣 所以世界貿易組織就說 這是通的 不會影響國際的貿易 所以它是跟WTO是 所以以後的食品裡面 會不會裡面的化學物會被描壞 特別是人工的色素 人工的這些東西 可能都會好 應該都會 好 所以在這裡面我就講到了 布魯塞爾 所以我說我們要建立這樣的體系 布魯塞爾在今年的2月17號 這歐盟的守在地上 看怎樣看 這6個是優先的 有沒有看到DHP DHP在2月17號的時候優先要處理 他有6種裡面拿這個 他後面有DVP這個都是 VVP這一次都有 這個都是塑化劑 有沒有 後面這3個都是塑化劑 所以假設我們有收集到資訊 就知道2月之前這個已經看得多了 台灣是3月測到的 5月行動 3月台南縣衛生局把那個醫生進行拿去 然後那個祭事經過把它處理以後 他是用GGMAS看出來一個病 然後這2個月政府做了多少時間 那剛剛在會議前我就說為什麼還沒過呢 因為5月以後的呢 都不是用GGMAS 都用LCMAS 所以導引這個塑化劑的那一筆數據 跟後面有一個樣本3000塊的數據 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是我覺得很訝異 那證明 因為我的朋友在高雄 他那個微量實驗師 我說你的標準品怎麼來了 衛生紙寄給他了 然後標準品打完 你又說一張紙就傳給他說 你被認證了 我那天問他 那個正修理 那你是怎麼 每一個樣本來稀釋50倍打進去 我說你把2000多萬的MAS 當成Screening的工具 2000多萬的MAS 是要去做很精確的應用 那一個我們的果汁 我們的米乾 怎麼進去要先把它好好的clean 所以那個果汁要過濾 過濾完要把它萃取 萃取完米乾菌才打進去 這要20小時 第一 大家看他報紙的時候 怎麼三小時就有數據 後來他會叫做你出去採訪 我們都不敢講 所以後面的數據跟前面 跟我們不一樣 所有的錢就跟我們知道 所以這裡會發生兩個問題 沒有人知道微陽性跟微激性是多少 所以當國外的公司 也用國外的管制 當然會用GCMARC 就是大部分 因為這個塑化劑是比較輕的 所以用GCMARC 大部分人家如果這樣做 一定跟台灣的書記 台灣就倒了 我們都不敢跟人家說 因為我們用GCMARC 很高劑量那沒問題 現在就是在地下很低的劑量 這個部分蠻嚴重的 好 以上是國際組織 讓我們來看P&T 他接待 公司在他們公司的LOGO 對不對 他怎麼講呢 他說他全世界有40億的消費者 所以他要保證他們的安全 我們會挺以外想說 我們在這個環境 要看一個有異議的消費者 要保護他的安全 所以他覺得呢 消費者的產品安全 不只是安全 是不可以影響健康的環境 變成他們的核心的 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他們的statement of purpose 就講我們將提供我們品牌的產品 跟服務有一個quality跟價值 那這一個安全是品質跟價值的 內在的一個部分 不可區分的 安全是產品品質跟價值的核心 D&G 他說B800點這樣這個東西 那個老闆的一種 你沒有做出純的跟這個重量 如何公道的你就會去什麼 你消失口的做一些 不要來食品業 他在公司界的人是說做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有在這個公司 這個當然我們全世界要跟他比很困難 他有700的專家在做跟環境跟健康 所以他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漸漸要跟他們拼的話 要把這個事情做起來 他是用這樣來保證他的安全 所以他是有一個幫我講的用風險的基礎 他完全發了那一套我跟妳講的 風險的評估管理跟溝通 他整套就是這樣 所以他第一個就是說 我評估一下這個他的成分裡面有沒有 然後他特別要去看小孩子 小孩子一定是最重要的 然後看看環境 所以他第一步他這樣做 接下來他一定會講說最糟的情況會怎麼樣 我們做一個假設說 我這個產品最糟的時候怎麼樣 我們賣工的時候最好的怎麼樣 最糟的時候還是找那個最糟的 scenario 那個情境來做分析 他們公司是這樣做的 然後最後他講說這個在商品的生命中 從製造到最後的回縮、拋棄的過程中 所以把人體的健康跟環境的保護 連結起來這個是DMG的作法 完全符合國際 雀巢呢 那叫Good-Live 對不對 那怎麼樣呢 他說在雀巢的任何一個產品之後面都有一個 一個群體的科學家 長期的開花的設計的營養家 然後消費者的這個 跟這個管制的方面的這個 他們的專業人員 他們有一個品質跟安全 對 我跟那個中央長考慮工作 我們品管跟安全 Quality跟Acceptive QS要不要解決 雀巢的結合 他覺得是他的核心 他覺得說他們的科學是根據這個安全評估來做 所以他從他們的開花的每一個階段 都要做安全評估 從進料到所有最後出來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QS要不要在一起是雀巢的作法 那雀巢呢 他怎麼達到這個呢 他有一個叫科學跟營養的知識 什麼叫科學跟營養的知識呢 就是要有人不斷的收集資訊 去讀說國際的這方面的文章都是什麼 好 再來呢 他要訓練 然後他很強調這個Fungional Incorporated 譬如說現在在功能性的成分 你看我是用三大部門來做這個安全跟禁止 我們回來想想在我們現在開發任何新產品的時候 有沒有把這一個因素放進去 這個確討我是否 好 舉一個例子你看看 7月14號很新嘛 這個所長說要講一點這些的操練 如果我們讀這些資訊 不斷的有這些資訊的時候 他講什麼 雀巢跟Carol跟17家公司在美國 決定2000年 2013年以後 他要自願性的對於一些食物跟飲料 他要做什麼 對於小孩子以後12歲以下的小孩子 他的熱量不可以超過320 他的這個serial不可以超過10克的糖 所以安全跟不是只有污染 現在健康的問題就小孩子的過胖的問題 全存成為以後的管制是裡面很重要的 那裡面就是糖 鹽跟熱量 有時候就管整個脂肪 你看 怎麼辦呢 因為但不這樣 更嚴格了 美國的標準 美國就是國會通貨 國會說你要組成一個小組 這個小組要把業界 然後農業部 這個衛生部 還有貿易部一起來糖 中美國小孩子的迴霸那麼多 每年吃掉健保那麼多錢 所以他覺得有20種型態的廣告 跟Promotion的都要受備犯 所以以後不可以隨便廣告 你看跟我們現在廣告有關係 一定會從健康開始 所以我不斷的講說21世紀的食品科技的研發 都一定能安全性 為何行 因為被要求人家做 他說任何大13克的糖 210克的這個Sodianna 跟1克的法國脂肪的食物 都要做回饋 18歲以下 那他現在先做18歲以下 所以人家就笑他啦 他現在拿這個來跟美國的衛生部要做 你看會影響 因為他告訴你不可以放這麼多 在廣告到什麼等等 那你這樣就去算 One serving 就是說你給人家一碗麵料 你一包chips 他們都叫做這個字One serving 你的總量就不可以抽到什麼 你看這會規範你怎麼選材料 所以不要認為只是無量 那些基本的成分 糖 鹽 脂肪這個基本的成分 也開始在被你受規範 這是7月14號 7月12號衛生署規範的 這個五種塑化劑的量 他深增就是比照歐 他深增的 然後如果你掌握比較正確的歐盟怎麼樣 歐盟已經將 剛剛講的這個在2015年必須禁優 所謂DEHP大概要禁優 可是我們還在設標準 這樣沒有用嗎 我們公司是要說 我要如果這個標準還是禁優 這就一個決策 風險不安定這個 通通混流 通通混流 包括可能從致死去污染 現在都開始要解決 時間點就是20.05 當麥在五月份說 BHP DEP BID BPD 使用在任何場景上都要進 法國也要看分進 所以當麥的環保俗講說什麼 塑化劑對立分立乾 以化學物質影響的這個 肌尾酒效應的原因他進來 所以很多人不如 這個0.05 那個0.01 這幾個如果都一起出現的時候 都不可以 以台灣的法律是可以 以當麥的法律都不可以 因為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像其他的作品有加成作品 當麥已經相信了 所以不可以用最好的方式 他的方式是怎麼樣 當麥現在的想法是 可以接觸到嘴巴的 皮膚的 在室內使用的部分 所以這個什麼就是食品 玩具 地盤 桌布 壁紙 只要有這些成分在當麥 他就要幾兩次 他已經跟歐姆同質了 歐姆一定 他說我的時程沒有讓你走那麼快 然後0.05 可是他到年底就要 法國已經投票一次 他9月還會再投一次 他有兩個上下一頁 他也是一樣全部進入 不要忘了這些東西是在食品之外 還要拿化妝品 那法國是世界化妝品最大的國家 他的方法理業的反彈很大 可是看起來是要過的 就是進入 不是這幾場 所以我們國家定政有沒有太不符合實際 對不對 就是我們國家做決策 我認為是看著如果真正弄我們 他的趨勢就是會進入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 台灣食品安全管制的走向 就是必須找國際管制的事件很重複 所以國際和事件重複 我們的那個公司裡面要開始 更積極地收集這個資訊 不要從國際媒體 不要從很多的這個人線裡面進去 才是跟國際怎麼在走 剛你看台灣很早的地方 那個都是很水索的一點 食品公文跟化學公文要同步管制 所以食品公文在這一次裡面 有一些檢討以後 我想這個是什麼 可是化學公文面對 那這個部分會讓食品公文有興趣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大家一起 把這個問題審證 食品安全管制 藥草風險分析的提供 就是我剛剛講的 要建立那個提供 什麼事情都要重複風險分析 這個我們可以不斷的訓練 這一本書就有很多訓練 還會出一個教材進一步來訓練 化學品藥草REACH 我們的藥品化妝品也應該比照思品修 這次他沒有去修化妝品 所以第一HB在化妝品很多 那個美白效果有保濕很多 那你怎麼辦 你那個晚上鋪了一個面膜 那個面膜可能就很不少 所以這個布置怎麼會過去呢 那這個的地帶點在哪裡 他都有一些地帶點 那第二點那一早做出來 那我們越用舊的 那我們的量就會越大 那不要忘了我們的環境裡面的塑化妝 是世界上最高的資格 也因為塑膠化妝 那我們排出去也會排到我們的河川 河川就濃度就有三四倍 所以這些他的危害在這個地方 對於新業界一個就是應該層次貢獻管理 如果要對這些東西收集聯合國 歐美、OECD跟美額 還有亞太新的貴的軟件 台灣的半導體業都叫做風險管理 台積電,你看不少學生就要用風險管理 他們已經把整個化學品的安全 跟採購一個新的製程好 他們現在從最早的0.16的製程 指使我們有副總之效 這個也可以 那不然就是說品管跟這個安全 要QS在研究什麼 這個食品業比較沒有這個風險管理 但是把這個觀念放在這個QS裡面 放在這個身體 好 這樣才可以 那政府呢 就是人力跟機會要增加不到10倍 那一次在我們做大會我先講一句話 好 要用風險分析 然後應該每兩年來執行全國環境化體物質 生物增生計劃 所以在美國已經做過20年 我們完全沒有 所以我們就不曉得從空氣土、水、土壤、食物、日用 我們要你記錄人體中的各種東西 沒有的時候 爆發在哪裡就是你的責任 你知道嗎 這次爆發在食品就是只有食品 那是錯的 我說化妝率是潛在的危機啊 所以這個政府如果不去做這個 你這樣就沒有全面的想法 那唯一的方式就是要成立台灣化學 2003年我跟台灣的化學院 演講就告訴他們說 陳正宇 美國社會要成立這裡 快10年過去了 還是沒有 你看 蠻有眼見的 如果這樣 他們聽我的建議 這樣的東西 這個就會有系統來管 那我們現在就是沒有 沒有 所以你們是充滿危機的話 哪個地底又會在爆炸 就是因為我們的管制對化學的管制 沒有一個主管單位 那是最好的呢 從環保署拉出來 然後是從經濟部裡面設有化學署 那就是農委會的 跟這個有關係 反農藥有關係的 農糧署這些對不對 那農藥殘留的這些 然後呢 從這個衛生署的食品的 把它弄出來 然後經濟部的跟食品貿易的關係 合起來 跟化學品貿易的關係 這樣是不是可以 會比較好 好不好 這個這樣有沒有清楚 很簡短耶